各位晚上好 又是一个星期一次的《古革运动》节目 《古革运动》节目 搬了过来星期六做之后 大家都明白了 现在香港的政治环境 我又没有做到意境难生的 但花生台的经营的确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暂时还没面对正面的打压 不要说側面 正面还没看到 但是情况似乎香港还是越来越差的 你23条《纳烛法》之后 还在唱23条的好处 究竟这个好处是否对香港人来说 是一个可以按居乐业的条例呢? 这大家心照了 所以为什么星期六天都回到大陆呢? 可能国内反而没有23条 就是题外话 而有很多人就说 你这个节目改了星期六我们不知道 而且我的收听人数可能也少了差不多一千人的 但是我不介意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各自民 我就很用心做这个节目 也很紧贴全国环球的事实 以及状况分析 究竟那件事严重? 或者对每一件事发生的影响会怎样? 如果我分析错的话我会立即承认的 但是我反过来就用我自己的角度去看 我就去推测环球的正经、股市、金股汇债的状况 去拿回一个观点 我跟大家说的 大家信就信,不信就算了 但是问题就是 我觉得最重要是金融市场的事情 在正经上 我自己号称 揭开股坛迷雾 其实最重要就是 喂,怎样? 最重要就是 基本上你的预测是有抱的 你不要没有抱的 而且反过来也告诉大家 股市或者金融市场的债市 有金 为什么现在会在这样的水平 所有东西 都有原因的 所有东西的升升跌跌 都有一个底运的 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升跌 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跌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 我每个星期都很用心地做了功课 然后再跟大家去讲 我对自己的节目 是充分的 自己觉得是负了超过100%的责任 所以大家如果听我的节目 应该是可以获益的 但是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吹嘘 为什么呢? 有很多人叫你给个赞和分享 我就觉得我不需要 你们中意就听不通意就算 反正平常心 在发生台做是平常心的 反过来来说 你今天的环境 重欲皆亡 有很多东西 基本上港股一谈死水 你今个星期就有很多人说 NPF 很多人赚钱 赚了9亿亿的NPF的钱 去买美股 那些人就不买港股 或者是买债 但是很可惜地告诉你 今个星期 反过来 美股和美国的债市都是下跌的 而我其实在今个月头 4月6日那一集 已经是和大家说 美国的VX指数不正常地上升了 美股是有机会在4月出现一个调整 已经温兄弟提醒了大家 但是反过来来说 很多人现在反过来 把钱搬去买美股 所以其实是挺可惜的 香港在资讯上高 其实是越来越屏蔽的 你可以看回另一回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像中东发生了战争 上周五 中东 以色列给伊朗的飞弹集击 但是我们的消息很快就知道 在4月6日就知道了 但是 回看回头 以色列就好像说是没有报复 美国也说是没有参与 似乎的消息打压就完了 今个星期一回来 4月6日就有两宗新闻 一宗新闻就是 上周六 以色列被杀 以色列就襲击伊朗 以色列被伊朗就襲击 接着国内就发布新闻九条 今个星期星期一回来 香港股市当然是联口开 和国内股市都是低开的 但是低开港股能顶到的 但是补回上个星期的列口 上周一六七七二是售事 港股今个星期一 最高都是一六四七 但是整个在地缘政治战争的阴霾底下 国内的国九条也未发挥到很大的作用 结果港股星期一都是跌百多点 全周港股跌了五百多点 但是星期一大家的港股 为什么升不回补回列口呢 通常打完仗之后 大家认为没事不会扩大战争之后 大家应该立即补回下跌列口 但是结果也补不到 国九条开了之后 中国股市反而是中国股市又上升 星期一就有振奋作用 中突股就代表中突股向上走 但是港股反而是补回列口 到了晚上 美国股市本身打完仗就要上升 但是美国股市结果上升不到 是倒跌的 这个反映了另一个美国股市 因为可能真的不能够很清楚地 在未来的六月去减 就是六月去减息这个希望 已经基本上幻灭了的情况 所以美股大家的金融市场很不稳定 这样跌了下去 欧洲方面 其实股市就继续在四月一 其实都可以维持到的 因为欧洲股市基本上 很多央行行长 或者分区的央行行长 或者欧洲的央行官员 都出来说 欧洲六月减息的决心是很大的 其实是有分别的 美国股市由一至三月的时候 炒法就是美国联储局官员 都是看通账数据 但是人们就设定 美国今年会减息 只不过减几次和几次开始 去到四月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 美国有机会会六月不减息 所以那些钱 其实在税务交完税之后 就是大家要卖股票交税之后 就没卖了 开始就跌了 那些资金就开始去买债市 因为银行仍然相信 美国会六月减息 但是市场上高来说 基本上来说 这个情势在四月过去的三个星期 就起了一个变化 就是美国基本上六月减不了息 现在说九月 甚至乎人们在说 美国今年不减息 但是问题 究竟事实的进展是怎样呢? 似乎就要看进展 但是的确令市场 就出现了不明朗的因素 先说回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 九条出来之后 大家观望在四月二 中国的经济数据 中国第一季的GDP 的增长竟然是可以 是有5.3 全年中国GDP增长是5 现在第一季已经5.3 是比预期高的 政府的目标都是5 高的预期 这算是挺好的 但是我们会看到 美国经济 中国的工资数据 在工业制造和消费上都是弱的 工业的增加值 創了9 也是一个低位 但是我们会看到 零售销售 固定投资的增加 以及其他的数据向好 但是楼宇销售的数据 其实还是不振的 但是 因为中国 大家都知道 新来电汽车 三大光复电力 那些板块的向好 令到中国的经济 第一季竟然可以超过预期 这个数据 当然令到大家觉得 强踩人意 所以中国股市是下跌的 星期一、星期二回来 中国股市是下跌到3,005点 但是 其实 焦点反而不是看中国数据 而是中国国内股市 国内股市最大的原因 就是看中国是否放水 发觉 好像在第一季 放水放少了 这个问题 中国 后来星期四又出来澄清 就是 人口房长又出来澄清 因为潘宏盛就去了美国开会 出来澄清 因为这个是充时点的问题 就是说 第一季就因为去年放得太多了 所以是缩缩的 其实就没有这个意思 因为如果真的收水 如果他收多了 中国股市的支撑力就前会低了 就是收水 放水放少了 支撑力就会低了 但是其实 另一个问题就是 新国九条 吴清出来说这个国九条 就令到 其实这个小价股 那些人就集中买回中特股 就是买了大价股 这些小价股 基本上 在星期二来说 就是一个小股灾 因为你看到 其实那些小盘股 中正2000的指数 是跌了6.6% 星期二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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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 星期一二 都跌了10% 曼德微盘指数 一天就跌了1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有人担心 新国九条出来之后 中正监会收紧监管 会令到很大量的公司退市 这个消息的确令到 中国股市在星期二出现了一个低点 港股也被拖累 但是港股似乎 就因为阿爷不停地买 虽然港股是星期二回来 都是跌的 最多差不多跌四个 但是 16,200左右 居然是16,200左右 回来星期三之后 国内就立刻出闻澄清 第二天赵清晨就立刻出闻澄清 就说这个 市监局的郭瑞明就说 没有的,我们算过了 如果真的跟着财务标准 或者明年才生效 所以退市的强监管 只不过是一个风险事件 如果真的有受到财务监管 或者明年退市措施生效的时候 可能估计最多都是30间公司退市 结果安抚股民之后 结果令到星期三的股市 就出现了大幅反弹 暗成态推升 但是 暗不要轻出啦 然后上正指数 有大幅好反弹 升回到30.71 2月以来是最大的升幅 就是在升到35 percent 21% 虽然外资仍然走進 Part. A股 但問題是因為這個一跌一升之後 世界股就升上去 但是星期三 雖然A股反彈力度好像很強 但是看不到香港股市是有上升的 香港股市反而很牛皮 在百多點波幅裡面 最高是16300元 最低是16200元 波幅基本上就差不多 只有一百多點波幅 港股星期三就似乎被壓抑住 而壓抑住似乎有一個外圍的沽盤在壓著港股 但是看回到星期四 港股和中國股市就齊齊反彈 那星期四發生什麼事呢? 星期四就是拜登出來量牌 說打擊中國要徵收 加徵中國的降女關稅 由特朗普定低的7.5%加到25% 但是當中 其實中國反過來 就在問題上鬆了一口氣 因為耶倫去過中國訪問 和中國的經濟開會 說要打擊中國的產能過多 產能過多 關於新能汽車、電力 綠色的工業的產能過多 希望中國能夠留一些空間給美國的工人去做 但是事實來說 美國沒有制裁這些問題 沒有加上這些關稅 只不過跟墨西哥說 不讓新能汽車 在中國新能汽車裡 墨西哥製造的那些就有一個優惠 另一方面 拜登似乎對降女關稅去做 似乎是為美國中部的工業扭帶的工人 製造這個輿論 就是我做了這些事情 打壓中國 其實如果你看中國和女的交易 和美國是10億美元左右的 你增加了降女關稅 10億美元的交易 就多了一億美元 給中國的產品多了一億美元的稅 甚至乎那10億美元的貿易 不去美國賣給中國 中國的女兒不去賣給美國 似乎損失也不是很大 所以整件事的意義 在中國來說 這件事對中國來說是鬧了偶氣 其實耶倫過來講完的問題 是沒有加壓的 這個也反過來講 因為中國是不停地跟美國開會的 包括 潘公聖叫做鮑威爾 雖然潘公聖叫做鮑威爾 可能不是談 都會談到中國的房地產問題 或者談到中國的內部經濟問題 但是可能鮑威爾也會問 為什麽中國不買 你的貨幣政策會是怎麽樣 而蓮蓉更加關心 中國今個月 就是第二年續 第二年是減持美國國債 日本就繼續大手買美國國債 中國就減持美國國債 似乎 中美的關係 在金融市場的關係就變差了 所以美國和中國 似乎只要開多些會 大家就聯通 通過了 通過了之後似乎 戴琦那些說要制裁中國 產能過剩的問題要制裁 但是結果都沒有 看看情況 中國 中國就覺得這樣 增加的鋼鋁關稅似乎鬆了一口氣 所以星期四回來 中國的股市是大幅反彈的 甚至乎 正史數最高升到3102 是衝穿了318點 而這個 中國的 戶心300指數 一直在 外資沽貨的情況下 戶心300指數 3600點是被打壓住的 A50也是 結果那天 就乘勢反過來 一衝就衝穿了 這個衝穿了頂子 似乎有意義 因為美股正在跌 中國股市 竟然可以衝頂 衝完之後 中國股市是很快的 再縮回頭 也是縮回到3075的位置 所以現在大家在想 如果中國股市向好 上政治度上3100 其實下個位應該是3175 我覺得會升回到100點左右 如果再上的話 有沒有條件上呢 股市就一路 同一個國家講故事的時候 一路去分析 港股星期四 也出來反彈 當港股星期四出來反彈 似乎受美日韓 說會干預 聯手干預會市 因為美國在說 不減息 美元就轉強 去到106.3的水平 日元和韓國股市 韓國的股市 韓國的股市都下跌 加上亞洲、印尼盾 泰銖那些 都是在跌 所以日日美日韓一出來講 聯手干預會市 人民幣也叫做 整個星期的人民幣不是跌得很厲害 相對來說 其他的貨幣 不是跌得太厲害 只不過是最多727 只不過是 以為能夠升上一些 人民幣為什麼會這麼強呢? 這可能跟最新公佈的數據 人民幣在世界市場的 外匯佔比 現在中國已經超越了日本 排第四 而人民幣 三月份來計 外匯佔款 貨幣的流通量佔款是4.69 就是數據 所以人民幣的重要性是正在提升的 所以人民幣 也不想人民幣跌得那麼厲害 所以中國就是用 政策措施 去將股市推一推 跌一跌 跌一跌推一推 就叫做頂了股市 星期四回來的港股是大幅反彈的 港股反彈曾經試過上回16,500 彈完之後也是縮 大家也不知道為什麼 似乎有人在做一個沽倉 當然星期五回來 星期四那天基本上是平行盤的 收市位和當日的ES位是完全一致的 我也知道有事的 通常會搞得那麼漂亮的倉 可能就是 星期五 昨天不是升就一定是跌的 肯定是這樣 因為倉剛剛去到平行點 你很少看到這樣的情況 但是結果 當然港股回來 星期五是跌市 跌市來說 其實挺搞笑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美股一開市 亞洲市段一開 6點鐘一開就下跌了 但是我們不知道跌的原因 他直到10點鐘才說 以色列報復伊朗襲擊伊朗 究竟報復襲擊伊朗 是飛彈射得少 或者射一些不重要的目標 令到沒有人知道 究竟是報復了 那麼 令到大家不知道 還是新聞刻意將壓抑了 在10點鐘之後 然後才在香港透露呢 美國外為之數正在下跌 但是 台灣 日本股市正在下跌 但是香港這邊 是不收不到消息 結果當證實之後 港股當然震盪了 但是港股的震盪 似乎剛剛退到 16000邊而已 16044 就結束起了 低位 低位之後 大家就認為 報復就結束了 而伊朗方面 也看到反應 直接沒有點名 說是伊朗 是被以色列炸 反攻 其實是 外國地方射過來的 但是也對伊朗 產生很大的損害的報導 所以市場也開始反彈了 港股的結果 上升指數當然受影響 A股也跌了 星期五 整體整個星期來講 是上升的 但是中世價股 仍然跌了幾個百分比 似乎還沒有收補 港股 結果星期六 埋單也能够站在 16,200 1624收市 科子是較弱的 但是 各子都能够站在 5746 即是570的水平 就收市 似乎不是太糟糕 港股也是能夠守回 16,200 整個星期港股都跌四百九十多點 似乎港股金鑽 如果你看回亞洲股市 你看到日本股市 大跌2.6% 韓國股市跌1.6% 台湾股市跌3.8% 似乎跌到最強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一直在說 去年也說了 中國經濟不好 中國經濟有機會爆煲 所以在說的時候 其實美國 要做什麼倉呢 就是沽空港股 A股 就買美國股市 OK 這個對沖倉 持續了很久 去到今年 咬腰中國經濟數據 似乎暫時還未見得很好 大摩也說 中國似乎現在在頂著股市 是一個編制效用 似乎不頂得多久 似乎都會跌 但是我們又反過來要看 以往你講的 做空A股 做空港股 然後 買美股 特別是用來對沖這個豪湾七州龍 這個交叉盤似乎是三月前就拆了 現在拆了這個盤之後 港股其實是沒有什麼捱沽的 港股這個星期做淡 我純粹是因為 知道外圍要下跌 所以港股純粹 因為這個星期就是這樣做淡 為什麼外圍又發生什麼事呢 如果你說歐洲股市 沒什麼好說的 歐洲股市所有基本央行官員都認為 通脹是可控的 通脹一直都在下跌 而歐洲的經濟 根據德國的放水現象 令德國的經濟開始復甦 歐洲的經濟感的情況下 基本上6月加減息是很適合的 但是大家就因為看到美國 未必有6月減息 所以都留下一手 不肯定說6月減息 所以歐洲股市 這個星期雖然是低1% 但是似乎大家看歐洲股市 仍然能夠 可以施撐到 反而美國股市就嚴重了 為什麼呢 美國股市 面臨的問題就是 上個星期 上個月很多人買了美債 美債的債息 兩年民旗的民旗 債息上到四里九九 一直撐著五里 不見 但是問題是 地緣政治 油價又在升 然後美國股市 如果能不能夠 基本上是斷定6月減不了息 未來的日子 美國究竟是 講減息還是什麼呢 特別是這個星期 星期四那天 這個聯儲公行長 威廉斯 出來說不是講減息 是講加息 那些人就說他口文字 但是最後就說不是 因為他可能講到美國是不減息變加息 如果美國不減息變加息 那你的債息繼續升 債價就下跌了 很多人在3月份就開始做了槓桿的債 特別是美國商業銀行 上個月已經說了 做了1100億 只是報到數字 就買了 這個數字 的美債 多數做美債都是做槓桿的 如果你的債息那麼升 債價一路下跌的時候 債價跌10%的時候 可能就會斬創 所以那些人說 如果 不禮期的債息就是四里九九 如果十年期的債息 你再下跌的時候 十年的債息上到五里的時候 美國 根據領航基金估計 美國 只要到四里七五 不用五里 就已經觸發了投資者包袖 那些人也預期美國的十年債息要上回五里 其實問題出現就是 美國的債市 除了中國 沽你的債之後 美國的債市 美國的債就被人拋售了 美國大家都知道赤字那麼大 如果美國的債市拋售的時候 那些人不肯去買美債的時候 債息只會反過來越來越高 所以摩訶大蒙王 如果美國的經濟雖然好 但是 美國的經濟強反而 令到美國不能夠減息 而令到債價下跌 而令到美國的債息再上升 是動盪全球的 現在問題又在看 問題又在看 美國似乎要經濟下去 甚至乎要令到 通脹回落 但是看到美國的新股動工 數字是減低的 美國的樓價根本沒有跌 那麽問題的時候 其實美國就會陷於滯脹 和兩難的局面 所以這個星期 沒得搞了 唯有方法 就想辦法 做低個美國的股市 做低個美國的股市 大家就會看到 那麽當然 以前 升得多的那些 那麽當然會跌回多一點 那麽哪些是幫手跌呢 那幫手跌呢 那當然是紅勇七交龍 那紅勇七交龍 這個星期整體來說 都是下跌的 而當中 當然大家會看這個半導體股 那你半導體股 費成半導體股 指數 就幾乎跌回10% 那麽為什麽會這樣呢 那最大的問題就是肇次 這就是 說真的 現在說 Tesla的股價 一跌再跌 那麽就連150元都穿了 那麽而問題就是 因為 大家會看到 這個Tesla在中國 極成是裁員 就是門面的銷售人員 賣車的銷售人員 裁員220元 造車的裁員110元 那麽就是中國新人汽車的競爭 是令到 這個 Tesla 被打壓 那麽現在這個禮拜 你也看到 這個富克 去了越南 跟越南開廠 又談談這些事 但是問題大家看到 這個的美國 這個 這個今個星期華為提早 提早 提早去上市這隻手機 結果華為的手機是大賣的 就是超額營購的 大家會可想而知 蘋果 接下來就會公佈業績 但是如果公佈業績的時候 預算是不好的 所以其實 你鴻勇七交龍的股票 是其中兩隻重心 蘋果和 Tesla 都被 在中國 基本上是擠壓 擠了出來 當然 因為今個星期公佈了晶片 歐洲方面 今個星期公佈了 艾斯摩爾 就是 光刻機製造商 業績就倒退 為什麽會這樣呢 除了限制了 不可以賣給中國之外 遠景 看見 晶片的生產數量 基本上就已經可能 公司的生產已經過頂 這也是因為美國去打壓中國的晶片 結果中國當然高階晶片就肯定是生產不了 變成落後 但是 那些低的晶片 普通用的晶片 中國當然是強力生產的 靠中芯 黃半導體這些強力生產 結果這些晶片公司 反而因為他們用平價的方法去賣 結果 低檔低檔的晶片 衝擊了市場 斯摩爾的業績不好 斯摩爾的業績不好 已經令到美國 的晶片市場 已經開始有一個震盪 很擔心 而這個 而這個看法就是 這個 到昨晚台積電公佈業績 台積電公佈業績之後 台積電的業績似乎 台積電出來的業績是比預期好 但是台積電晚上 那個 總裁就出來 開這個記者會 透露了擔心 台積電的晶片 可能因為汽車的產能 這個偽截家就說 這個AI營收 晶片仍然可以達到 一倍的增長 未來五年的複合增長 有五成 其實晶片業是沒有差的 但是 他又透露 這個 汽車的晶片可能會比較制銷 但是 他說 因為AI 桌面電腦 因為要 chip cp 和AI的發展 桌面電腦的 晶片可能需求會比較大 他手機的晶片 他認為是持平的 但是這樣的形勢 說出來之後 人們就擔心 台積電的 CEO也這麼說 擔心 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借一些意推下去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美股要把它推倒 希望推倒美股 把錢調去買美債 頂著美債而去減 希望把債息跌下去 最主要是這個原因 所以環球股市 以前升得最厲害的 韓國半導體股 晶片股 台灣 台積電 所以看到台灣股市 跌得最多 因為台積電 台灣台積電是他的膽 所以昨晚你會看到美國股市 基本上跌得很慘 跌到 這個星期如果Netflix Netflix公佈業績之後 以後不公佈上下人數 結果Netflix跌了10.9% 蘋果、亞馬遜 這個星期也跌6% Facebook也跌6% 微軟也跌5% Alto跌2% 而另一隻 美股講的妖股超微電腦 本來就說要公佈業績 在公佈業績的文件裏面 就沒有出現 這個營起的數字 所以昨天這個超微電腦 簡直是洗倉式下跌 後面是不是真的那麼頑皮呢 沒有營起 所以它跌呢 其實我覺得不是 是整個板塊 豪勇七交流 是因為其實不能夠均衡 其實 怎麼說呢 就是蘋果 Tesla 基本上跌出了七大 豪勇七交流跌出了 它現在已經被第二隻股票替代了 Tesla 跌了到神壇 OK 所以現在說 馬塞要求560億美元的新金 即是花紅 是否能夠給呢 也要等6月的董事會開會才知道 這個真的 挺慘情的 所以其實美國 在中國上高的工業 即是 新能汽車 手電話 以及這個低端 低端一點的晶片 那種的大量生產 似乎就掀握了美國 在說的 賺錢 的公司能力 雖然一個疑惑 而美國但是本質來說 本土經濟也不見得是回落 那時候 美國也不能夠減息 似乎來說就沒辦法了 雖然半導體股似乎還沒玩完 但是 始終要大縮斬壓 將它跌了下去 所以昨晚美國股市 大家會看得很清楚 美國股市 納指就不斷跌 道指就叫它頂了 所以整個星期來說 你會看到道指似乎沒有什麼跌 OK 只是平收而已 但是納指跌了5% 連續第四個星期下跌 標普基本上跌穿4990 是頑皮的 再下望就是4800 標普 標普500指數就4800 似乎美國股市就看美元的走勢 以及看美債的走勢 美國的債息的走勢 那麼 接下來當然這個對美股是會有震盪 但是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過往去掀握 香港股票 即是說你買美股 沽港股 這些口號 是不是到了現在 應該反過來 一個拐點呢 我覺得有很大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大家一定要留意 為什麼呢 除了星期六日 你說中國股市 中國證監又出了好消息 中國證監出好消息 其實我覺得是坐旺的事 似乎其實沒有 沒有很大的幫助 對香港股市 香港股市的實質 狀況 如果你看到香港的經濟是壞的 受到香港的北上潮消費 香港的失業率是開始升的 破產比率也是在高 倒閉潮也在跌 我告訴大家 最差的 香港的貨蓋碼頭 也跌到世界的排名 即是攜充貨蓋碼頭 跌出了 而香港較好的 始終是旅遊和航運 是比較好的 當然 你說這個星期 李家超 河套地區和幾十家公司簽約 發展新的科技園 這個當然是未來的好消息 但是問題 對香港的經濟來說 似乎暫時 都拼不出來 所以中國有見及此 昨天收市之後 都出來說 中國是用五招 擴大放寬港股通 基金護盈 以及ETF 降低門檻 讓國內的錢 可以用人民幣櫃桌 買多一點 因為人民幣櫃桌 平均日在香港買的 4800萬 其實是不多的 但是 這幾點 我覺得放寬要三個月後才出現 那就即時放寬了 一直都在說減佣金 ETF的佣金已經減了 現在問題就是 什麼可以刺激香港股市呢 這些措施全部是有利的 但是可能是 遠景一點 而 我覺得 最大的好處就是 將內地的龍頭幾月來香港上市 大家會看到這個星期 TikTok現在正在談 TikTok在美國 被國會通過 現在正在說 如果一年之後 TikTok要剝離了 如果說好了之後 到底剝不剝離呢 這件事情我覺得國會就立法了 參總兩院 可能立法要限制這個TikTok 中國也是出了一招限制的 限制蘋果手機 將WhatsApp 那些通訊軟件 要剝離Apps 就要剝離蘋果手機裡面 互相去擠壓而已 中國的鋼鋁關稅 中國也有回應的 將美國的丙遠禧 認為傾銷給中國的 也限制要加關稅 其實大家互相在報復 但是我自己看 中美的關係 似乎美國為了大選 而對中國 實施展壓 但是問題 中國的 低端晶片 中國的新能汽車 中國的 手機 似乎都有產能過程的現象 現在問題出現 美國在那裏展壓中國股市和香港股市 叫人家買你們 但現在似乎是在反世 原因就是 美國的債息 不斷升 美匯指數跌不下 所以如果這樣去展壓 兩三個月之後 美國的經濟可能會下滑 但是這個世界的產能過剩 美國又不停地發展 自主性的工業 中國又不停地發展產能 中國發展的產能似乎 我自己認為不是太差的 因為綠色的改革 坦白放這件事是市場的焦點 雖然歐洲看到 四月份上半個月 賣車的銷售下跌了 賣車銷售 只剩下100萬兩 新車銷售 這似乎是放緩的 但是現在在做這些事 其實對全世界全球的 未來的需求是有這個需求 而中國現在開始 在炒第四樣東西 其實炒低空經濟 現在大家也知道 珠海去 珠海去 術有價 就好像 那些無人機 好像那些高空航拍機 是可以載人的 500元一次 但是你坐飛行汽車 等於 就在發展 所以低空經濟 是不是會有一個亮點呢 在美國方面 有些公司 看到中國的飛行汽車 是旺旺盛的 美國立即投入資金 去搞這個產能 生產 所以其實中美 在工業上 是在互相鬥 但是在現在這個階段 似乎 在豪勇七交龍幾個板塊 中國似乎 使得美國的豪勇七交龍 帶不到上去 但是我個人認為 半導體股 和AI 人工智能的熱潮 和智能CDP 我自己認為 只不過 美國 沒有辦法 看著美國的債市 因為美國負責值太重了 所以 是在這個星期 灑下去 你說未來會不會 下個星期還是繼續這樣灑呢 我自己覺得 滴滴滴會停的 美國的整體來說 到此也算是頂到的 因為 美國經濟實際不是很差的 但是現在只不過說 越唱好美國經濟 越會影響什麼呢 越會影響到 這個 影響到美國的債息 債息會升 債價會跌 結果沒辦法 就唯有股票幫忙走一走 犧牲了半導體股 跌了之後 是不是可以買回來呢 可以的 但是大家觀望一下 不要說4月就去買了 等5、6月 站好再買 但是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這樣掌握之後 香港股市 這個星期其實是硬朗的 你看人家外圍6%的跌 港股也是跌 1% 500點 500點是1% 1%也不夠 這樣的問題 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500點也有1、2% 但是我認為 比其他地方跌少了 這其實是得力的兩樣東西 除了中國 放很多政策在香港 雖然香港的經濟本土不是那麼好 但是如果真的有 這個 這個獨角獸公司 龍頭公司 再來香港上市 是不是對科智會有支持 有這個支持力 第二 就是 這個星期的跌幅 是美國有人 對沖基金或者其他人 是知道這個跌幅的 所以是掌握港股 但是你掌握的港股 是跌穿了一條上升軌 但是 你很明顯前天 是落到16150也都不穿 是昨天 早上借 以色列報復伊朗的消息 是將港股 去到16000遍 160455 這個位其實是說 如果上升浪 是上去的 是這個中途站 是要重新的 結果真的 昨天就重新的 那你說港股會不會進一步下跌呢 我看港股下個星期 將一步下跌的機會是小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 1萬6200就能頂住了 第二國內 叫做給香港一些好消息 第三就是 反過來看你美股跌 是不是應該反過來買港股呢 而港股下個星期 就報入什麼呢 報入貴積公佈業績 星期一 紫金、中石油、招金公佈業績 星期二就是平保 中國 2318公佈業績 另外新東方也會的 9901 星期三是港交所納比較重要的 然後星期四是江銅 銅價不斷上升 商品價格也是短暫地炒上去 跟著金價一樣 然後下個星期 其實美國股市也是要看經濟數據 因為這個星期的美國股市跌 其實都配合了美國的經濟數據 是較少的 所以 純粹就是聯儲局官員的言論 加上荷蘭的艾斯摩爾 以及台積電公佈業績 也不是美國本土公佈公司公佈業績 本土公佈公司業績有些是好的 花旗、P&G、P&G的業績是OK的 那你納粹是自己的政策上 就讓人們孤理而已 但其實問題是 怎麼說的 納粹就差不多升到 可能 新客的 上客量已經到極限了 所以你不公佈的數據了 現在看這個情況 美國看下個星期也要看經濟數據 下個星期最重要是星期四五 美國個人的所得 即是PCC數據 聯儲局在5月1日就已息 這個個人的PCC數據 究竟是升令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期待為6月減不了息 現在美國可能 全年都減不了息 甚至乎現在在說要加息 但是問題接下來 如果消息大家這麼淡的時候 如果突然 PCC數據是回落 然後大家通脹有希望 跟著就說美國可能會9月減到息 跟著炒炒一下 當美國股市跌下來的時候 美國自自然然 經濟零售銷售數據 就自會下跌了 美國股市跌的人還沒有錢花 這時候 結果會令到美國 可能經濟 加快通脹回落 加快通脹回落 那又怎樣呢 就會得到效果 似乎 可能突然到頭就有一個好消息 美國可能7月就可以減息 如果9月 現在說9月 有些人當然質疑9月 接著就說減息9月 但是如果美國 股市和債市 債息繼續升 其實可能美國到頭要減5次息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花旗說的 所以其實兩個都是極端的說法 第一個就是說美國不能減息 甚至加息 第二個就是如果美國的債市 債息繼續減升 美國反過來要減5次 問題接下來 如果4月做了這一波的這個行程 這個是不是拐點呢 而美匯指數 突然間現在上到106 一定107都還沒見 但是現在已經 說了美日行要干預了 似乎人民幣再跌的機會 似乎不算太大 我覺得不算太大 那我就 我認為 怎麼說呢 港股 其實 硬正的程度不是香港經濟好 第一就是 整體的公司業績在去年 疫情解禁之後 香港的公司就叫做正常化 經濟不好的因素就似乎變了 到下個星期公佈業績之後 公佈完出來的業績似乎就好 大家看到這個星期港股跌了 但是你看到內銀股是升的 幾隻內銀股是升的 集中是外資握你港股那些 賭股 銀股 匯豐跌了 但其實匯豐也不應該跌 美國銀行股是升的 所以匯豐4月30日公佈業績 27日 就會派息給你們的 到4月30日公佈業績之後 會討論 我賣了這麼多法國東西 加拿大東西 會不會派特別息呢 如果會的話 對於匯豐的估計應該是再有刺激的 我自己也覺得 如果你真的有獨國購公司 再來香港上市 對科紙來說一億都是刺激的 是有刺激性的 科紙在1至3月 甚至4月初這個月 其實 就叫做恆指 就叫做升得慢 其實大家都看到最強的 其實1至3月 如果是升得比較強的 修補最快的 應該是各自 現在看到國家是放一些政策下來的 我不是說政策有用還是沒有用 問題是其實反過來看美股 你美股相對性下跌 而美國似乎是 不再炒尖頂了 就是破頂組合 是暫時開始會縮一縮 是想美國經濟緩衝地 不要那麼熱 而令到通脹可以自然回落 因為 歐洲股市沒有炒到瘋 所以歐洲股市似乎可以這樣自然回落 令到歐洲可以去到減息 但是到歐洲一減息的時候 歐洲的債息 歐洲減息的時候 歐洲的債價就會升 歐債會多了 而歐洲股市 其實歐洲的債價升 股市也有承托了 反過來一減息 歐洲股市也會好 經濟也會好 美國什麼時候做得到這一點呢 似乎就需要 頂了 但是其實 怎麼說呢 美國為了和中國 鬥中國 一至三月美國再炒爆了這一招 其實四月到 現在這個星期 第三個星期 其實如果你看 日股、韓股、台股 全部正在收割 只是收割而已 大家不需要覺得世界經濟恐慌 只不過是趁了時機去收割 時機是什麼呢 就是伊朗和 以色列是鬥射導彈 以色列和 以巴戰爭繼續發生 但是 中東問題 我覺得理論上 就不會再擴大那麼大的 因為其實下個星期 如果大家看看 未來的經濟 未來的政治 正義層面 其實中東 沙地亞美 是在搞 搞一個 中東的經濟招商會 所以那些人也猜 這個 這個 沙地亞美 4月28-29日 在這個 沙地亞美的經濟部長 會在4月舉辦 這個世界經濟論壇 重點就是 講到全球的合作 成長和能源問題 這個沙地是想招商 所以其實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 似乎下個星期應該會安定 而 爾巴問題當然是 很大問題 因為爾巴問題 巴斯坦立國這件事 現在得到美國在聯合國大會 為了爾瑞 就否決了 甚至乎昨天我都調之以輕心 為什麼覺得爾瑞不會報復伊朗呢 因為有些消息說 爾瑞是換取 去進攻加沙 繼續追殺哈馬斯分子 換取不進攻 不去攻擊伊朗 現在問題國際形勢就是 以色列現在 反攻 以色列報復伊朗 是不是你不去 不去拉法進攻拉法呢 所以 其實 爾巴事件 未來形港也是一個火藥筒 但是變化是怎樣呢 就真的要看 看看美國 可不可以禁止以色列 不去進攻拉法 令到人道問題 不會出現的問題 而夏國 耶倫訪問完中國 似乎沒有什麼所獲 中國繼續不買美國的國債 但是問題就是 下個星期 接下來 布林肯也會去中國訪問 布林肯去中國訪問 這次大家不要看低這件事 除了談這個南海問題 其實中國也會覺得美日韓的聯盟 以及菲律賓的聯盟 中國也會覺得是介意的 所以中國 也會露一下肌肉 昨天習近平走出來要重整軍隊 所以昨天中國的軍工股是升的 而另一方面 布林肯這次過來談些什麼呢 當然 布林肯就會帶個訊息 希望中國可以幫忙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烏克蘭真的沒什麼錢 沒什麼錢去再打這場仗 歐洲和美國 就支持到極限了 似乎來說 布林肯就想中國幫忙 在接下來五月 普京訪問中國的時候 由南平幫忙勸勸 普京停戰 而大家都知道 五月尾就會有一個 巴黎的和談 為這個和湖戰爭的和談 參與 中國是被邀請出席參與的 中國很可能是去的 是不是王毅去的我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會有俄烏的和談 聯合協議大家談 大家應該在其他國家制定一個方案 給亨蘭和俄羅斯 希望他們兩個接受一個方案 大家停戰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也配合 接下來的奧運 或者巴黎奧運會 所以其實大家希望這樣做 所以 布林肯過去中國 跟習近平 找王毅聊天 帶個訊息過去 其實 對這個世界來說很重要 因為中國 究竟會不會幫到手呢 當然你中國不幫手 美國會扣你的帽子 可能你的銀行 幫俄羅斯 你扣這些帽子 永遠有帽子 扣出帽子 永遠有帽子扣的 是不是 但是中國會不會幫手呢 這個我真的是 兩體了 但是似乎 去了中國訪問 是沒有什麼壞的 因為中國是派了官員過去 說我們現在發展的工業 新人員這個工業 我們是有這個需要的 但是中國在這樣的情況下 令到GDP竟然有5.3%增長 其實在其他地區 大家會看到的情況 是不應該再去沽中國的股票 股票經過業績那麼好會好 而你看到美國似乎反而要壓低自己的經濟增長 令到美國可以減息 OK 所以一起一落的情況下 其實接下來的往後日子 中港股票是不是會向上走呢 如果說 上證指數 我也說了 為什麼上證指數有機會 在接下來的下半個月 就是在4月底 之前會見3175 這就是我的假設 港股也有機會 如果是在此起彼落的情況下 只是此起彼落 港股也有機會再衝頂 穿17190這個月的高位 如果說回波幅 可能會去回174,175 可能會去回 如果你再加上什麼獨角獸手公司 會來香港上市 刺激一個股市 那些人可能會追回 落後的股票 當然新輪汽車股 你現在看到理想是被沽的 但是理想就賣車就擔心了 內捲是很重要的 中國的汽車業內捲是很重要的 但是不重要的 越內捲越是大家比拼 越是 大家比拼 你說產能過盛 但實際上有沒有需求呢 當然有 如果沒有就不去做 所以似乎中國 在現在的工業方面 去增長做這幾件事 似乎是對美國股市 構成了壓力 美國股市升不了 反過來是否資金流 會流回亞洲市場 特別的大家要關心 如果美股跌 也救不到美債 唯有美匯跌 OK 怎樣令到美匯跌呢 日英升 就是這樣 日本股市上個星期 星期五的半導體股下跌 跌到噗噗 跌了一千多點 所以 其實我自己看 接下來下半個月 港股我有少許 期望的 我不單邊看 一定要一萬五千五 中東地緣政治再擴大 會不會呢 我自己覺得不會 我自己 觀點是不會的 昨天伊朗 以色列報復去炸伊朗 其實 這件事是令我意外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以色列是不是炸了伊朗之後 就不去攻擊拉法呢 這也是 在接下來的假期要觀察的事情 所以港股 如果說平心而論 雖然跌市 但是其實 是換取了 一個側低了的買空間 大家也看到 內銀股上個星期是下跌的 OK 你說港股內銀股上升是不是阿爺買呢 有 星期五是有買了3988 買了10億 但是是不是其他人買呢 大家自己想 港股 整間額不低 星期三港交所公務業績 看看港交所有什麼要說 港交所 新入總裁出來說了 香港 是準備建立了24小時的 金融平台 在2026年會做到的 逐步逐步做 可能是全球的ETF 去做 我這個也是講過的 香港股市 第一 給多些人民幣過來買香港的ETF 這個正在做了 宣佈做了 第二就是香港股市 香港為什麼可以做一個夜市呢 其實就是香港的金融市場 應該是24小時化的 還有 反過來 國內的人 現在的人很爭促去買美股的ETF 結果買到高水 外國的ETF買到高水 給他們來香港買 甚至乎香港的平台 是24小時 甚至乎我鼓吹 港股怎麼樣呢 港股的股票期權 指數期權 恒甄指數的成份股 基本上都是 全日24小時交易 到時候美國ADR市場 和 美國的市場 基本上大家可以對沖 那時候晚上 指數也是炒實際的 不用的 港股在晚上 多做一段時間就可以了 不需要24小時做的 港股如果 恒甄指數系內的成份股 你可以 4點半收市之後 6點鐘開回 做到晚上12點鐘就夠了 接著的時間就用期貨期 指期權 互相去對沖 OK 股票期權那些 當然是 停市 沒有現貨對沖 就不做了 行衍生工具就做了 整個股市 整個炒法就不同了 就是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 看懂不懂 懂不懂 現在 歐冠星下台了 新的女士 副總裁的CEO 上去了 其實已經 講了這個圖譜了 看看下個禮拜三 港交所 公務業績的時候 會不會再 清楚一點說 香港 如何未來做到環球的24小時交易 這個是大趨勢 沒有手續費 大家互相對賭博弈 跟著經濟形勢去做 似乎是全球 在金融投資市場上高 的大形勢 環球24小時 一定是這樣的 而大家互相用很多的衍生工具 是給你對沖才行的 中國自己也是砸的 中國的旗權市場是不活躍的 所以令到中國 中國另一方面 旗權市場是不活躍的 但是 那個 程式交易 是很活躍的 所以 接下來 有一個一段新聞 如果大家這個星期 可以在最後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就是說 中國 接下來不會公佈 深湖廣通的資金流的數據 收市後會公佈的 但是在開市的時候 就不公佈這些數據 大家不會看到南水北水 也可能有些數據 是不會提供的 即時不提供 這個是會對公佈交易 和這些程式買盤 是會有影響的 這個不難理解的 因為人工智能出現 現在甚至乎 大家都知道 有人工智能預測 港股明天會升還是跌 所以如果我不給你那麼多 充足的數據 你就自然猜不到 是不是 這些數據收起來 是不是好事呢 香港一向以前也是 你要付錢才能買到數據 你普通人是不知道的數據 甚至乎港股的股價 你也要給路透社 就是給看機費 不給看機費是看不到的 但是現在這個英文不是潮流 但是問題就是 那些衍生工具 那些交易的數據 似乎是因為收市後才說 現在晚上大家都看到的 牛熊政交 街貨量的數據 晚上 每一個到十點多鐘公佈的時候 夜期都會 波動一波動 這個的確會是這樣的 那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我不評論 因為我不覺得 就是你說 所有的政策 制度 都有深夜深夜的 你不可以 用一個字是好還是壞 大家如果在市場 去跟著 那個規則去做 其實我覺得 規矩最重要是明確 以及公平 你說不給數據看 公不公平呢 其實對散戶不公平 因為有些人如果拿到數據 他用到自己的運算方式很快 然後知道市去到什麼位 才是阻力 什麼位才是 是整個吊頭去到那些位置引你沽 其實散戶就變了點心 其實如果市 反過來大家都不是耍盲盒 大家都是公平競爭 我不會用高科技的產品去做 去讓自己可以 讓你贏 大家反而是公平一點 OK 到時大家在市場互相博弱的時候 似乎反而是公平 對散戶來說 你說對於那些專業投資者來說 當然是沒有消息 就是沒有得賺錢 但是問題是怎麼說呢 那麼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是不是 令到大家普遍的人 可以在金融市場上 能夠有機會參與和賺錢 比較重要一點呢 因為這是眾人的市場 好像美國為什麼可以這麼狀況呢 美國有對沖 人家在4月6日已經買了 VS指數升了 昨天美股跌對那些人有什麼損失呢 如果你看到股市跌就沒有損失了 但是如果星期 兩個星期前 你看到我寫的標題 而你走去做了美股對沖 買VS跌或者買了SQQQ 的時候 你現在賺到錢的時候 那就開心了 這個問題 大家一定要對股市 我講了幾次 上星期最後的警告就是 大家一定要知道金融市場的波動性 會很大 開始 不是地緣政治的問題 是 環球的經濟不平衡的問題 OK 大家要去解決的 OK 國際貨幣一金會也提出了警告的了 但是這個問題 金融市場這麼大的波動來講 也是心一心 有好有壞的 你明白的 就賺錢了 你不明白的 或者你想錯了的 或者你不了解過終的原委的時候 那怎麼辦 那你就是做了陽股 裏